祝福,C罗赛与乔治娜在私人飞机上的合影,14小时点赞数近800万,近日,没有国家对赛事缠身的C罗在训练之余,忙里偷闲地带着乔治娜出去转了一圈,在游玩的过程中,他不忘与球迷分享自己与乔治娜的甜蜜瞬间,这不,他就在自己的INS上,贴出了他与乔治娜的合影。 图片里,C罗搂着乔治娜半躺在床上,乔治娜一脸宠溺地靠在总裁肩膀上,两个人幸福的样子简直现杀旁人,值得一提的是,C罗的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很显眼,这好像就是他在伦敦向乔治娜求婚,时所带的戒指。 当时,许多媒体报道,葡萄牙人已经向自己的女友求婚,乔治娜毫不犹豫地回答了NAS而且他还叙事了婚纱,现在看来,两个人是好事将近了,说不定那一天,他们就在意大利开一个世纪婚礼。 图片里,球迷看到这一幕,纷纷送上自己的祝福,这张照片贴出去14个小时,点赞数已经超过760万,将近800万,C罗的人气,还是一如既往了无敌,世界人气之王,当之无愧。 看来C罗乔治娜这对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,还是得到了球迷的支持,他们俩相识前,乔治娜只是一名店员,也许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,会成为世界足坛,最有名气的球员的女朋友,而且还与他走到最后。 要知道,一些足坛球星换女友很频繁的,但是C罗不再是以前的C罗,他流浪的心也想有一个依靠,所以碰到爱情后他便奋不顾身去追求,并且将爱情进行到底。 他们相识以后,C罗全心全意带他,乔治娜也本分闭做一名成功男士身后的女人,全心全意相扶教子。 虽然他们的爱情一度不被看好,但是别人说什么,都是无关紧要的,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幸福就好,而事实是,他们在一起真的很幸福,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爱情结晶出世以后,现在,乔治娜还没有成为总裁夫人,可在大多数眼里,他早就是C罗的妻子了。 目前C罗在游文的状态正佳,已经在12场联赛里打入8球主攻5次。 希望今年C罗拿到金球奖,爱情事业双丰收。